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前期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接受媒体联访 在他十年施政总结里 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是核心理念之一 崔世安介绍 回归以来 澳门在全社会推广宪法和基本法 将宪法和基本法 作为澳门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澳门教育界及爱国爱澳团体 与澳门特区政府有机结合在一起 全面推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 在一代又一代澳门同胞中传承 我们唯一能组织很多不同的团体 回到我们走过不同的地方去看 去学习 让他们真的加深了解到国家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 申请了一个很好的系统 就是澳门的同胞 对我们内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们的文化比较尽 也明白了国家发展的情况 对国家的认同 对我们澳门特区行政区的认同 这个爱国爱澳的观念 就一步一步的培养起来 崔士安强调 澳门要用好中央给予的政策 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一定要走的路 在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民众的基本需求 我们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需求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防灾、涨灾等等 我们都是通过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服务能够到 服务到我们的同胞 还有一个我们就叫做这个第二期的分配 就是把我们收入啊 每一年要盈余的 希望能够进展的分配 还有就是澳门很快就进入这个老人的社会 我们也就一系列的准备 在澳工作三十余年 崔诗安特别能体会澳门同胞跟内地同胞心联心 他说无论遇到经济发展困难 还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中央始终给予澳门关心与支持 让特区顺利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 每当国家发生天灾 澳门同胞总是自发伸出援手 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这个西圈的地震 完全大地震里面 我们澳门的同胞非常非常的积极 有自发性的捐款 有很多自发性的澳门同胞 自己去都在去 包括医疗教育的队伍 包括在这个红色之会的队伍 当时希望能够帮助同胞 继续回复这个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澳门的同胞 跟内地的同胞 真是新年轻 同富极空为运的 崔世安说 一个地区的发展 总会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重要的是 未来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努力向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